中介机构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月均房租已经升至近5000块 环比6月份又上涨了2% 近几个月以来北京的房租一路上涨 每年到了七八月的毕业季与求职潮 就是租足荷包大失险的时间 但今年大陆一线城市的租金涨幅 却更高到让人吃不消 每年的房租大概涨价在500左右 今年是直接涨了1000 就是20%左右到6000块钱一个月 一共就是50坪 是非常小的两房 你看这里就是一张床 一个衣柜就没有了 深圳里小姐租的50平方米 大概是台湾15坪的房子 租金要27000多一个月 等同在台北市捷运南京三名站周边 租个精品套房 而这个价格如果在北京 则只能租到五环到六环间 距离就像在台北市上班 必须租到新北市一样 难怪大陆网路上现在都说 昨天买不起房 今天租不起屋了 出来打工都是为了存点钱 你如果房租都去了 二分之一谁租得起 我们从外地来的肯定都是挣钱的 你要是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 房租1500交给房东了 我还在这里做什么 租房市场究竟为何会如此飙涨 除了供需失衡外 资本市场的哄台炒作 其实就是最大的问题 由于租赁市场的大发展 那么很多的资本力量 他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杀入到租赁市场上来去做 将来赚这桶金 把整个的租赁市场的原始价格炒发了 对于不断飙升的房租价格 北京市政府率先约谈房屋租赁业者 投入市场 这家企业上报了将来两个月之内 能够供应的房源的数量 它再加一块12万套间 你说能够改变那供求关系也很难 但是至少能够让企业发挥他们市场稳定期的一个作用 但尽管如此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人对租金价格有话要说 公寓的租金价格在涨 就这个价格 就是不到1%的租金回报 就是租房的价格再翻一翻 那是亏本的 潘石屹表示 要让租金回报率合理 一是房租还要再涨 二是房价还要再跌 但这个与民众期待都相差甚远 这也让广大租房族现在都很担心 未来到一线城市寻梦打拼 恐怕将会越来越不容易 未来到一线城市寻梦打拼